你有没有想过西藏的清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西藏人为什么要种它 其实它是大麦的一个栽培品种 能够适应高海拔地区的一种大麦 所以就很适合青藏高原栽种 你看它这样麦芒特别长 麦碎成熟之后垂头 这就是大麦一个典型的样子 尤其是麦芒长这个特征比较好认 它一根麦芒可以跟整个麦碎差不多长 小麦的麦芒就没有这么长 而且它麦碎基本上是直立的 不过垂不垂头不是绝对的 我几年前去瑞士的日内瓦 在他们那郊区我就看到那种了一种小麦 那个小麦是垂头的 而且几乎连芒都没有 后来查了一下 觉得可能是蜜碎小麦 是小麦鼠下边的一个种类 所以说这个麦子的种类是非常多的 各种麦的这个亲缘关系其实也不近 比如大麦跟小麦都不是一个鼠的 黑麦和燕麦也不是一个鼠的 燕麦就比较好认了 你看这是我几年前拔的一根燕麦碎 到现在形状还这么好 你看它的麦碎就是左右分叉的 像燕子尾巴一样 所以叫燕麦 大麦除了青壳之外 主要是做啤酒用 小麦就做各种面食 燕麦就主要做燕麦片 燕麦片是一种全穀物的食物 它比精密白面要更加营养全面 膳食纤维特别丰富 维生素B1B2在穀物里边也算高的 而且咱们中国人的饮食 辣氨酸容易不够 燕麦可以弥补这一点 给大家推荐王宝宝的燕麦片 它不是蓬化的 蓬化的麦片会在里边加一些淀粉 甚至主要含量是大米小麦淀粉 让它酥脆 流失了很多燕麦的营养 吃多了容易胖 王宝宝这个是烘焙型的 除了燕麦没有别的粮食 里边还加了好多冻干水果 泡牛奶泡酸奶 甚至直接抓着吃都可以 他们给我寄了几袋 我一吃还确实挺好吃 而且饱腹感很强 我试了几次 吃一小板就饱了 当零食也不会吃个没完的那种 不管是当一顿早饭 还是吃着玩 都是非常不错的